要如何找便宜机票? 姐姐先来说一次给你看 首先,去Google那边搜索Google Flight 然后选择你出发和想去的城市 比如从KL出发,然后飞去曼谷 如果还没有决定出发日期或者月份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Search 然后你就可以从这些日期中看到这些出现绿色的价格 这些都是有便宜机票的日期 选好你心仪的价格和日期,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这些日期不同时间起飞和抵达的航班 它的价格,承搭的是什么航空公司 还有飞程时间是多长等等这些资讯 选好你要买的航班机票 下边的界面就会看到可以到哪里去买票 不同的平台会有不同的价格 这些有airline的标签都是官网收卖的 其他的多数都是ODA 也就是第三方平台 如果你有特定想要承搭的航空公司 要从那边开始找便宜机票 方法也很简单哦 比如你要从KL飞往东京 先随便输入日期 然后点击search 然后在这个filter选项这里 选择你想要承搭航空公司 比如ANA 然后再点击一下日期 哒哒 你就会看到这些绿色的都是承搭ANA 飞行的便宜机票啦 接下来操作就和姐姐前面说的一样了啦 这样子你学会了吗?